《 港交所貪腐的關係》 《 港交所貪腐的關係》 《 港交所貪腐的關係》 我告訴你 港交所貪腐的關係 它只不過是管理的責任 它不需要承擔貪腐的人的政治責任 這件事是不需要掛官而去的 或者它可能是幫忙抓那個人 或者它是吹哨人 是不是 你不知道的 好 問題是它是不是有份參與 我們當然不會揣測 也不需要的 因為遲些你就知道了 但你覺得它會不會出來跑特首選舉呢 絕對沒有可能 為什麼 它是一個金融人才 而它是一個金融人才還要分得很清楚 如果你放它在做證券 放這個聯交所 它的歷史任務就是做好那個滬港通 深港通 令到北水南調 然後南水又可以將世界各地的水 進來之後去買上面的東西 未曾完全正式給內地開放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它要靠它的人物關係 就是它以前跟哪些監督委員會 哪些監管人物都有關係 它就容易做了 所以放它在聯交所這個位置就是最適合的 如果你試一下把它和陳吉林對調 你試一下去做 金融系統裏面一個是銀行 一個就是股票市場 就是我們叫做資本市場 它是監管資本市場最重要的一方 因為香港沒有借貸 即是沒有債券 不成熟 但是在金融市場裏面的一方 就是我們叫做資本市場 裏面就是IPO很多 或者股票集資 放它在這裏就對了 剛剛就是人才合用了 因為它要是將香港 是作為那個中間角色 將外面那些錢 吸來香港做資金錢 然後透過深港通和護港通 跟裏面互通有無 所以要互聯互通 如果那個人本身都不懂得 內地的監管人員 人家用一天 你用十年都做不到 好了 在這裏就是說 因為是金融中心 另外一邊就是 我們看著銀行才可以 銀行就找陳德林看著 而陳德林是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懂得在金管局裏面 一直都是在裏面成立過程裏面的骨幹 所以他一路建立了世界各地的 而我們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就一定要銀行穩定 那找這個人呢 不會偷吃的 也都不需要搞這麼多關係的人 看著這個最嚴重的位置 就對了 你試一下調轉 一調轉我們就大件事了 但現在換了一些金法局的人 想去掌管金管局呢 你覺得美良我們香港前代子的安全怎樣 那個我們一向都經常提醒人 我們作為有心的香港人 懂得這些東西要幫忙看著 就是沒有任何行動之前 我們可以揣測它 去見鋪橋踏路 怎樣去做 從那裏我們看到 我們就看著 但當人家要按制的時候 當然是快過你的 但我們盡我們一己之責 有些人物 譬如好像陳德仁 和李少吉 在過去十幾年的任期裏面 在十年任期 人家做到自己的工作 是應該加許他 人家在專業範疇裏面加許他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做到這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沒有背景做不到 沒有能力做不到 那你的背景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在中國就講關係 他的關係做到 那他就等於他的能力做到 那他就可以稱職 但是不等於什麼 不等於他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當你在中國做事 你要講關係的時候 那個關係會變 掌權人會變 到掌權人一變 你看到別人有別人的關係網 所以我們叫做 所以你懂得 懂得借命 所以去年李少嘉 就已經開始提前 是投影了很多股票 當時他說 在太太的決定 其實那時候你覺得 他是不是已經意見難珊 不是 這個是他正常的 退休活動的安排 那你任何一個人 都不會知道 那些股票真正的上落 你可以猜到大浪或者氣勢 但是在一夜之間 你可以變的 你譬如說 你譬如說 沒有人可以猜到 疫情影響世界經濟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這些都是超級的大黑天鵝 好了 在我們來講 在我們來講 如果用這個作為例子 你就會看到 為什麼美國可以從 今年的1月 特朗普還在說 簽那個中美貿易協議的時候 還在說 他是全世界50年來 最好經濟的美國總統 但是兩個月後 跌了下去 全世界90年來最差的經濟 有沒有可能 是這樣做 因為這些超大黑天鵝 所以回應你 你剛才問李少嘉的問題 這是他正常的投資行為 因為他要做好自己的風險管理 因為他可以 將來才不需要求人 就是有自己 這麼辛苦 這麼努力 也都把自己的能力 貢獻了給香港這個資本市場 他要收成 應該是適當地去收成 這個不需要去揣測他 有什麼意圖 只不過是一個正常的投資決定 一半 那是一半 我去找你 去找你 不需要找人 在你身旁嗎 是 這半 是 有一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